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又回到台南听听看的节目 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 其实很专业但是也很特别 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是形形相关 在即将迈入了超纲林社会的台湾 其实我们在城市里头的空间 我们必须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所需 尤其是老人家 因为对社会来讲 他们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付出了许多 他们自己的能量来改造这个社会 成就这个社会 当我们讲说到他年老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透过许多空间的安排 让他们得以不管是他的生理上 心理上都得到照顾 所以我们在刚刚第一段里头 我们的建筑告诉我们 现代整个社区在做这个长造型建筑中 最大的转变就是 我们会照顾心理及生理 两部分都是周全的 可是我们也因为家人故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先问问阿中建筑师 那这样的话各种类型的照顾的空间 它其实就有很大的不同 是不是 就有各种不同的特色吗 对 因为我们长造它是一个统称 但是它有不同等级 它比如说它有针对生肌健康 但是因为年纪比较大 或是它是轻度的 那甚至西肌 甚至它买丁买糖的一种 所以它不同的 有的是需要治疗型的 有的人可能就只是安养型的 这样 那这种我们等一下可以请家卫 再给我们更完整的补充 那我们请林建筑师也跟我们讲一下 那这种各种类型的照顾空间 它有奔合哪些内容 当然它的特色是什么 以我们现在国家政策所推行的 我们其实长造建筑的这个形态 其实分成三种 一种叫做居家式的 那第二种叫社区型的 然后再来就是住处型的 那其实它都是针对 针对这个生理状况 已经有明确 明确被判断就是有状况的这个老人家 来做使用 那刚刚阿东健庸师这边讲到的 有关这个健康型的这样老人 他所需要提供服务的 这就比较是一般商业模式在处理的 像是饮法住宅 或是养生村这一块这样子 当然有的养生村 它其实会并入到这种住宿型的概念来看 衔接这个它之后的护理之家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台湾 也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这样的案例 那回到刚刚的这个类型来说 居家型的一般就是说 它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空间的需求跟规划 它其实就是一个服务模式的传导或是一个传递 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 一般老人家在家里面也许需要洗澡 他没有办法外出 或者说他其实是独居的 他需要这个工餐 那就可以透过居家型的这个服务 把这个服务直接输送到家里面来 这是属于居家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涵 那再来就是说社区型的跟住宿型的 感觉上有点类似 但事实上是社区型的 它是针对这些老人家的身体状况 比如说它是轻度中度的一个失智或是能来做使用的 那其实比较重要的那个空间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都会听到的日照中心 就是日间照顾中心 那社区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 有点像是这个托儿所也好 或是临时照顾的一个方式也好 它并不提供过夜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白天的时候 家里面的这个需要工作的家人 在送老人家或是接送老人家 到这样的一个社区型的日照中心的这个机构之后 它就会在这个机构里面待上一整天 那待上一整天 它可以从事各种不同的活动或课程 那这些活动跟课程都是配合他们 自己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个需求 所安排的一个个人化的照顾 然后它也不是一个团体式的 它有个很核心的意涵 它要做一个单元的一个照顾 所以它是被分散的 它不会像传统机构一样 就是一大群人做一件事情 它会根据你个人的需求 会有不同的一个安排 所以他们就会有依照 也许我今天进来的人做选担 就像我们大学选课一样 它会有一个群 然后再做一个他自己喜爱的主题 他们有自主性可以选择吗 应该是说它会根据 这个照顾计划来为你安排 为你安排这个适当的一个内容 这样子 比如说它可能需要一些附件的 那其实在日照中心里面 会提供一些简单的附件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然后针对你的这个生理的机能 做一些加强 那当然这是比较严肃一点的 那其实比较重要的 它其实是一个生活的照顾 比如说如果有长辈 它其实是本来就很会烹饪的 那其实在日照中心里面 就可以提供给它一个烹饪的 可以做烹饪大展手艺的空间 那一个照顾心灵的成就感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它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 那大概我举这两个例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个整体的一个日照空间的一个想象 应该是这样讲 那我提供一个例子说 其实现在照顾者跟被照顾者 其实它不是那么绝对 我今天可能是被照顾者 但我也是照顾者 像刚才嘉惠举样的意思 我可能在这个空间 我是某个部分被照顾 但是我可以提供我的厨艺去照顾别人 所以这种角色就不是那么绝对的 一等一二等一二 这样其实蛮好 因为我觉得老人最怕一点就是 我没露音啊 可是你今天到社区行 如果提供他这种可能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自己呢 在这样的社区的话 可以担任些什么 比如说我好像看过报导说 他以前是个英文老师 结果他就到这个社区行之后 他真的也就就了一群老先生老太太 一起来学ABC啊 然后学一些很简单的conversation 然后觉得这样子 就是创造说我被需要 这样的一个氛围 创造我被需要 这是一个不管在哪个年龄层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不是说我是社会的负担 不然我可以对社会 我提供我的一级质长照 所以这样的长照 其实他也提供了某一种活化的可能是说 那个长照的本身 它是被消耗性的 它也许有某种程度也可以creative 它可以创造的感觉出来 对不对 那我有一点蛮好奇 是刚刚教会提到的住家型 因为不管是社区型或住家型 它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为了老人家 所以我们有这种长照 但是如果以一个建筑的空间来讲 蛮特别是说居家 它的建筑空间要自我做改善吗 因为社区你可以主导 说也许哪些是他们今天可以做的 长照的建筑空间 那自己居家呢 居家型的话 其实它并没有实质的 那个照顾空间的安排 那主要是服务模式的一个输送 那通常如果我们延伸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也许各位会想象说 那我自己在家里面 做的这一个空间的改造会是怎么样 这个其实说实在的 它并不是属于长照机构 这样建筑的一个范围内 但我们可以去做的 就是申请一些适当的补助 或者说真的是好好的去规划 这些实质空间的调整 这个是有机会的 其实一般我们早期会讲到一个通用设计 所谓的通用设计它就是 从零岁到九十九岁都可以使用的一个设计 那在居家上面 我姑且我利用另外一个名称来称呼它 叫做融合空间 什么叫融合空间 就是说我们对老人招有些危险性的区域 像我们现在 我以无障碍厕所来讲就好 我们都会有一个把手 白色的把手 你走到哪边都是一样 那我在思考 我们是要思考另一个方向就是说 我只要能达到让没有力气的 它可以有一个依靠 那我不一定是那种白色的乳酒 但是我们的法规 当然要回到法规 它会定得很死 那也可以考量说 法规为什么要定得那么死 因为我们习惯有标准答案 那这个就是我提供一个标准答案 那照着做就没事了 但我觉得在住家 不过那种法规不是用住家 因为住家没有规定你说 站在厕所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住家刚好可以做这种融合设计 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过程 我们就无形中我们去考虑到 这样的一个机制 比如说我的床垫 我又考虑到年纪比较大 那膝盖比较没有力气 所以我那个高度 不要射太高 对 那也不用太低 太低它也爬不起来 那在浴室 我的浴缸 可能就是个降板的浴缸 它又不是高出来浴缸 等等之类的 把它融合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 当然长照 现在目前做的比较一个规模 是透过一个政府机构 或是我们讲说某种社区的一种介入 但是我觉得 当我们假设这样说 整个社会在太晶高龄化之后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你在生活中 都有照顾老人的可能 或者是说必须要照顾老人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长照这个观念蛮好的 让各位也透过两位建筑师 他们的讲话 不管是空间的处理 或是一种长照的理念 让我们学习 跟我们家里的老人家共处 第二个 让我们学习用比较体贴的心 去照顾我们的老人家 就像阿中刚所讲的 你有注意到了吗 你阿公阿妈的床会不会太高了 你有注意到吗 阿公阿妈去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地板有没有很滑 然后也许你注意到吗 有些东西对他来讲抓据容易吗 如果他不小心滑倒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扶持 所以我觉得其实 长照这个议题 我们今天是用一个 比较规模性 或比较制度性的谈谈 但是我们真正积极想 跟各位做一个提醒是 我们社会已经老龄化了 也就因为这样缘故 也许今天我们如何有一个 好的长照建筑观念 或是处理长照的空间 是我们真的刻不容缓 大家应该要共同学习的课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 今天一种新的照顾模式 进入我们的社区 及邻里中 会做成什么样的改变呢 请不吝点赞 开朱栋梁 粉丹